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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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晚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受伤了 我被车撞了 被车撞了 那你怎么样 伤到哪儿了 我没有被撞倒 是那位黄太太 她乱干了 我乱开车 先撞到一位老爷爷 不过我及时跳了车 没有被撞倒 他要逃走 我就让他把那位老爷爷 送到医院 不然的话 那位老爷爷很可能会死掉 他们这家呀 有钱买车 却乱开车乱撞人 这以前啊 就把你爷爷撞成了重伤 现在又撞别人 真的是应该让警察去抓他们 对了 对了 那你的自行车呢 那车不会撞坏了吧 那是我跟同学借的 我得赔给她 没事 一会儿我去找黄太太 去找她陪去 一会儿奶奶把摊子收了 就带你去找她赔钱 奶奶 我来晚了 你先吃饭吧 你一定饿坏了 来 哎 护士小姐 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先生被送进来 他姓郑 眼睛不太好 穿了件蓝色的西装 人瘦瘦的 是有一位老先生被车撞了 被送到这里来 你等一下啊 这是他穿的衣服吗 对 这是我爸的衣服 为什么他会被车撞 是谁撞的 是你开的车 你是怎么开车的 我爸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经不起这种折腾的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爸 你爸自己冲到马路中间来 但 但跟吓到我了 我 我才不小心撞上去的 你不会开车还撞伤人 这就是你不对 我爸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医生 刚才被送进来的先生 已经拍过X光片 有内出现现象 需要马上开刀 医生 他是我爸爸 请马上给他开刀 请尽力救他 可以 你们先去把手续办一下 好的 郑先生 你放心 你爸的医药费呢 我全部会负责的 我会赔 我会除 那这件事情 就不要再追究了好不好 我现在没心思想阵线 等我爸爸脱离危险再说吧 钱呢 我存在钱呢 我明明是放在这里 他又会跑到哪里去呢 那是我要赔给同学脚踏车的险 我一定要找到才行 我很厉害吧 今天我赢这么多 明天我一定会赢更多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跟姐姐乱说话 说什么呀 你不要跟姐姐说奶奶给我钱的事 要不然姐姐一定会乱骂人的 哦 郭琪 郭琪尔 大姐 你怎么有钱买这种东西 说 是谁卖给你的 啊 是哥哥给我的 你怎么有钱给他买这些东西呢 啊 钱哪里来的 我就是有钱 你管我钱是从哪来的 好 你说呀 这钱哪来的你说呀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钱 你不要乱说 你又没有证据 我可以没有证据 我不用证据 就知道钱是你偷的 还剩多少钱给我拿回来 啊 我 你把钱都拿去买这些没有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把钱都买这些没有的东西呢 但是我要配给同学脚单车的钱啊 你买脚踏车还不是自己玩 你最自私了 你赚钱只会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却让我和国强去学校念书 还剩多少钱 给我拿回来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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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放开我 国强 国强死掉了 国强死掉了 救命啊 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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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 纸鸟 冷 轻人 试右 我们到är ara bern� 新鸟 来 医生 切天 切地 你爸没事了啊 你放心 郑先生 我会负责的 我会负责赔偿你们的医药费 然后让你们住最好的病房 那 那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再说 再说是你爸爸 突然就冲到马路上来 这还很危险呢 他也有错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等他醒来 你自己问他 自己问他就好了 你这么不会开车 你还开车上路 万一又撞到别人怎么办 我最恨你们这种 不把别人生命当一回事的人 我以后不敢再开车了 我吓都吓死了 真的 我保证 我真的不会再开车了 你饶过我好不好 好 对不起吗 你怎么又来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的天哪 要是你当时 不把老爷爷赶紧送到医院 或许 他就没这么走运了 你是 阿姨他撞到老爷爷和我 我叫他赶紧送老爷爷到医院 原来是你让他马上把我爸送到医院来的 谢谢 谢谢你啊 没关系 老爷爷没事就好了 小妹妹 你家住哪儿啊 我想到你家去道个谢 不用了 应该的 好 等我爸醒来 你能来一趟吗 他一定想要向你说声谢谢的 那好 我先去病房看我爸爸了 小妹妹 你一定要记得来哦 好 好 时间这么晚了 家浩玉丁想不想都哭了 讨厌死了 你这就想走啊 奶奶 黄太太 你知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哪 还好人家的命保住了 你也差点把我们家丽娟撞了 幸好她没有受伤 不过你把她自行车已经撞坏了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补偿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就这么点小事还落里把锁的 这些够了吧 够买你的破脚踏车了吧 拿去啊 这些我不要 你拿回去吧 哎呀 这些是我给你的 你母亲啊死得早 你这么小就变成了孤儿 真的好可怜 这多出来的呢 是我给你的零用钱 再说 你们家这么穷 你看看你 全身穿得脏兮兮 你干什么呀 我说的是真的 全身穿得脏兮兮的破破烂烂的 我告诉你 要是我的孩子啊 我肯定难过得想死了 给 我不要 我自己会赚钱 这些就够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我这是同情你 可怜你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嘛 你这个女孩子脾气这么丑啊 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看了就讨厌 黄太太 你闯了会一点歉意都没有 李娟要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话 你肯定会吃官司的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嘛 好好好算了算了 我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行了吧 请你以后小心点 你会不会有好朋友 让你去哪儿 你真是许可是想要学习 你可爱你 你可爱你 尽量是一件事 好 你也不会有好朋友 你明显 是什么用的 这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 奶奶还不会给自己讨公道 那个时候的警察局啊 不是你想尽就尽的 我记得当时你爷爷 被他的公公撞了 不要说赔他医药费了 就连去道歉 他们家公公都不肯 现在时代变了 不一样了 奶奶这张老脸哪儿都敢去 只要有人欺负你们 奶奶一定会跟他们拼命的 这黄家绍奶奶还不算太坏 咱们就算了 国强 对不起 害你跌倒了 没关系 你跌倒了 好啦 我们回去了 走 回去 走了 这个国情真的该打 竟然偷钱 奶奶 黄太太赔了脚踏车的钱 我把钱赔给同学之后 就没有脚踏车了 所以 我就没有办法帮您送货了 没关系 咱们就先暂停这个服务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都这么晚了 国情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出去找他好了 不用了 他自己会回来的 你先带国强去睡了 奶奶晚安 奶奶晚安 走吧 嗯 奶奶三点钟会起床做花生素 现在 一定在睡觉 奶奶 你还没睡呀 嗯 嗯 等你呢 奶奶 你等我等到这么晚 我会心疼你的 奶奶 你工作这么辛苦 我帮你倒杯茶 还是垂垂背啊 你偷了你姐的钱 我没有啊 我不知道姐姐的钱藏在哪里 你给我跪下 跪得你父母临位钱 你不学好 骗我说钱丢了 我总不知道 可是你竟然在犯 偷你姐的钱 你这次这样 那下次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没有 你别狡辩 你要是没有的话 你怎么躲到外面去了呢 可是 那些钱国强也花了呀 要骂林国强一起骂 你还怪在国强身上 国强那么小 你要是把他带坏的话 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呀 你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爹 怎么想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是哪里丑问题了 你居然胆子那么大 又是骗 又是偷 你给我跪好 跪好 我没让你起来之前 你不许起来 好好在你父母面前 反省反省 来 来 来 去吧 阿财 美华 我没有把国庆交好 我对不起你们 我跟你卷在外面拼命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他们兄弟俩 能吃好 能过好 能念上书 将来能念大学 做个有专长的人 可是国庆部这么小 我真的不会教孩子 我求你们在天之灵 多提点提点他 多教他想想 这个家呀 将来还是要靠他们兄弟俩 去撑着的 我求你们 你们保佑国亲 将来一定走正道 许美 许美 爸 爸 是我 我在这儿 您觉得怎么样了 还好您醒了 医生说 只要你能醒过来 就说明 你已经脱离危险了 让你担心了 爸 您说要出去走走 我应该陪着您才对呀 不该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去 都是我不好 撞伤你的人 是一个不太会开车的太太 她已经付了医药费 可是 她说什么 是你自己冲出来的 听了这话 我实在生气 她要是胡说八道 要把责任栽在您身上 我一定会告她的 她说得也没有错 我 我当时心头一急 就冲上了马路 没注意到有车 爸 那您为什么要冲到马路上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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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雪梅 我看到雪梅骑着脚踏车 从我身边骑过去 我一着急 就追了上去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可是我 我真的看到雪梅了 那是小时候的雪梅 我刚进洞海一楼的时候 我看见林雪梅小姐 是那么漂亮 那么纯洁 那么善良 就好像天上的仙女似的 我整个心里就老想着她 她从小到大的样子 我都记得 不可能 那我说 怎么世界上就有一个 跟她一样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呢 爸 你是不是眼花 看错了 我再三确认过了 她就是雪梅 我不会看错她 爸 您别着急 医生说了 要好好养伤 情绪要保持稳定 可千万别让伤势恶化了 我怎么可能看错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看错的 等我伤好了以后 我们再去找找 也许能够找到他 来 香肠嘞 好吃的香肠 卖香肠嘞 早饭放学了 我们去海边摸海螺吧 国庆 那个烤香肠好香啊 我们大家肚子都饿了 卖香肠嘞 好吃的烤香肠 要吃你自己去买 那你自己去挖海螺吧 我要去找阿旺他们玩了 对 我们走 忘恩负义 可恶 我太不稀罕了 看一边 就那俩小子 走吧 我们去海边挖海螺 好吃的烤香肠 好 你这小子 你们两个臭小子 敢拿东西砸我 还伤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你伤我 你们俩欠揍我 你们两个臭小子 我知道你们住哪儿 念哪个学校 要是不想让我告诉你们 学校老师和家里人 就乖乖地赔我们医药费 不会赔 不会赔你们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师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奶奶 我告诉你奶奶可以 明天拿十块钱给我 十块钱啊 你要是不给啊 我明天到你们学校 告诉你们学校老师 告诉你们家长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听见喽 我们岚姐被那个阿祖害得坐了牢 她教对我们要好好关照这家人 来 我们先拿这两个小鬼开刀 岚姐一定会满意的 你说那两个小鬼 会甘心拿钱出来给我们 放心 她要是不拿钱出来 我还有一万种方法等着整他们的 走 走 李娟 你这儿 快快快 快放下 你不是骑脚踏车帮你奶奶送化生的吗 怎么不骑了 我的脚踏车被撞坏了 我把钱赔给同学之后 就没有脚踏车了 可我又不想让奶奶的生意受影响 再说 这些货也是客人们早就订好了的 我也不能失信于人呀 所以 我只好走着送货了 可是你这怎么行呢 你看 你还没有麻布带针呢 哎 李娟娜 你是不是快要过生日了 走 王爷爷送你一辆脚踏车 哎呀不行 我奶奶会骂的 我送你生日礼物 这怎么不行呢 你呀 跟你奶奶一样 真是那你没办法 谢谢王爷爷 我会自己慢慢存钱 将来买一辆自己的脚踏车 好吧 那就辛苦你了 来 慢点啊 王爷再见 快点啊 阿祖啊 哎 王主任 这大老远的 你是专程来的呀 哦 我这次来呀 是有件事和你商量 丽娟这孩子确实挺苦的 他才十岁 还要做那么多事 吃那么多苦 有的时候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现在我老了 也力不从心了 我没有办法像当年一样 那么去照顾美华 也没能让丽娟和弟弟们 过得比美华当年好 啊 阿祖啊 你就别太自责了啊 啊 我这次来呀 只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是 丽娟的生日快到了 我想以王爷爷的身份 送她一辆脚踏车 这不行 太贵重了 不能接受 你看看 我是送给丽娟的 又不是送给你的 你怎么能替她拒绝了呢 那你干嘛还来跟我商量呢 哎呀 就是她不肯接受 除非你点头 所以啊 我想请你跟她说一下 我就知道 丽娟这孩子有骨气 别人送她东西啊 她是不会随便接受的 是啊 虽说不是你亲生的孙女 可是脾气怎么跟你一样呢 宁愿自己受苦 也不肯找别人帮忙 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说 当初你要是早一点来找我 美花她也就不至于 阿醋啊 对不起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真的是一片好意 丽娟她们三个 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孙子孙女 可是我一直拿她们当亲生的孙子孙女一样看待呀 不然 我也不会拼了命的去救国亲 就从这份情谊 你让我为猎君做点事情好吗 你救了国亲 我一辈子都对你感激不尽 可是你凭什么拿这几个孩子都当你的亲孙子呢 你 有些事情 还是避点儿贤我也好 避嫌避嫌 我避嫌都避到这把年纪了 都年过半百了 我还要避到什么时候 难道避到啊 就要踏进棺材的那一天吗 我图什么呀 阿左 我 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 我 你不要再说了 你要是再说的话 咱们连朋友都没法做了 我 我们都到这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怕被别人说的 我可不想一辈子憋在心里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王昭辉这辈子 心里除了你陈满族 没有别的女人 你不接受我 我认了 可是我只想求你 让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多少照顾你 为你减轻点负担 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让我心里好过点都不肯 你不觉得 这对我太残忍了吗 阿左 我知道 你对阿易的感情 是神圣的 我没有资格玷污她 我王昭慧 我王昭慧这辈子到死 也只是你的一个朋友 可是我恳求你 让我以朋友的身份帮你先忙 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 行吗 你 你知道上哪儿去弄脚踏车吗 知道 知道 好 哥哥怎么办呀 你不要吵了 都是你 什么都不会 没有用 奶奶和大姐那么疼你 你去找他们要钱 他们一定会给的 可是奶奶和大姐赚钱那么辛苦 我不敢跟他们要钱 那你就把我请你喝的汽水 请你吃的面包都吐出来还我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跟你屁虫 讨厌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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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弟要不要进哪 我身上好痛 你走几步看看 还好没有受伤 只是擦伤而已 那就好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了 我的书包破了 来 这个拿着 去买新书包 还有擦擦药 以后走路要小心一点 是不知道啊 哇 是钱呢 想不到你还有点用处吗 等一下 我说冲过去你就冲过去 假装跌倒 我会帮你像骑车的人要钱的 可是 可是 车子真的压倒我怎么办 哎呀 不会的 我会提早大叫一声 让他踩刹车 去去去 小孩 你怎么在路上乱跑啊 我说 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还不快让开 你怎么这么笨啊 你跑得不快跑 你应该慢点走出去才对 我不要 看看我好害怕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再来一次 这次一定要看好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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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又有一辆车了 你等一下就冲过去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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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老师好 刘国勤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和弟弟拉拉扯扯 要把弟弟推出去 没 没有 我们在玩而已 在玩而已 不要玩这么危险的游戏 快点回家 哦 知道了 请问这是刘丽娟小姐的家吗 来 看看 丽娟 生日快乐 王爷爷 好 这呀 是你奶奶用了三十斤的炒花生 找我托人换的 哎呀 李娟啊 多亏你王爷爷 到处去找啃换脚踏车的人 总算找着了 你还不敢看谢谢他 谢谢王爷爷 我太喜欢这个生日礼物了 谢谢王爷爷 要谢呀 就得谢你的奶奶 三十斤的炒花生 手都要炒断了 嗯 喜欢就好 哎 明天呀 出去试一下 如果觉得骑得不舒服啊 我就找人给你调试一下啊 嗯 嘿嘿嘿看看吧 嗯 为什么姐姐有这么好的生日礼物 我去什么都没有 哎呀我差点忘了 那位叔叔让我去看一下那位被车撞的老爷爷的 爸 我在外头遇到这位小朋友 就是他 张超市的太太送你来医院的 救了你一命 他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哪 嗯 嗯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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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來 慢点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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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噓 小声点 别吓着他 您是说 就是他跟雪梅长得一模一样 噓 雪梅 这个名字 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噓 我叫琉璃娟 有奶奶和两个弟弟 噓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出海遇到船难 下落不明 我妈妈几个月前 也因为难缠而死掉了 哎 那你奶奶 让你们三个孙子 一定很辛苦吧 我会帮我奶奶卖花生 我也很会赚钱的 那你不上学了吗 没关系 只要能减轻我奶奶的负担 我就很高兴了 真了不起 真厉害 嗯 叔叔 我该回去了 哦 等一下 李娟啊 你救了我爸爸 我们都非常感谢你 我想 能不能到你家去当面答谢啊 不用了 我奶奶说过 帮别人是应该的 你就不用谢我了 我该回去了 那好 你慢走啊 吃吃再见 哦 对了 李娟 你等一下 哎 来 这个给你 这是别人送的 不过 我觉得倒是很适合 你们这些小朋友吃 你拿回去吃吧 真的可以吗 是巧克力 听说这个很贵 你喜欢 那就太好了 我还没吃过 真正的巧克力呢 那你要不要 现在尝一颗看看 不用了 嗯 我可以带回去 给我弟弟和奶奶吃吗 可以啊 这一整盒都给你带回去 想给谁吃就给谁吃 谢谢叔叔 我该回去了 叔叔再见 爷爷再见 好 再见 这个女孩真可爱 看她这么喜欢 这颗巧克力 黄太太送的东西 能让她这么开心 也不再浪费了 爸 真的太像了 我没有看错 真的有人跟雪梅 长得太像了 会不会是雪梅她没有死 会不会跟雪梅有什么关系啊 爸 李娟不是说了吗 她妈妈难产死了 爸爸出海 也已经过世了 她有家庭 有父母 跟林雪梅 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或许 她是真的跟林雪梅 长得很像 但是 这个地方这么小 随便牵扯 相互之间 都可能有亲戚关系 再说了 这林又是大姓 或许是他们家的亲戚 正好跟她长得很像 也是有可能的 你说得对 我刚才真的是失态了 爸 您骨折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养伤 您就别胡思乱想了 有什么想要的 有什么想看的 您跟我说 我去帮您买 刘国欽 都放学了 怎么还不回去 我们要回家了 老师再见 再见 还好昨天那两个大人 没来校门口找我们 可是他们说 他们知道我面的这个学校 我们小心一点 不要被他们找到就好了 走 站住站住 你们两个小子 这个鬼的 乔朵 我们早在你们学校门口等了 你们拿石头砸伤了我们 还不想赔钱 行 我这就去报告公关局 把你们关起来 你们两个知道 被关在牢里有什么下场吗 里面吃的饭 会掺着石头和沙子 咬一口 包管绷断你们门口的牙 而且 你们两个人年纪这么小 一定会被里面的人 轮流打着玩 谁不高兴啊 就狠狠地踹你们一脚 不要 不要把我被抓去关起来 不要 那就乖乖地把钱拿出来 我们没有钱 没钱 那就回家拿 你们家里一定有钱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办法拿钱了 拜托你们 在那古树影中 有手心温馨背影 伴随着那时光憧憬 你 逐离风中 依离不遥 风险岁月无欲无求 新一月转成熟依旧 满心自温 用拳相抱 我们可曾做几分 我们可曾做几分 天阔可不 海烈也可一天 恩策入雾山 难以保得三春灰 属于禁风不止 子羽羊而青不黛 泪珠水流难在尽 啊 白发是为谁天 阿正容又为谁弦 天一幕残留的记忆 几分风雨几度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色列 amor 你的影響